詹姆斯左眼充血视线模糊,G2出战成一,勇士对格林直指甲摔耸祸,这是你怎么看,喜欢格林的打球崩格,尤其是在球队需要提升士气的时候,勇士队第一个战出来的绝对是格林,但格林凶悍的防守容易犯规,而且容易误伤别人,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格林犯规后的喋喋不休和嚣张行为,导致他的球品被太多人诟病, 打球崩已成为他的标签,只是格林死不悔改,和骑士的第一场总决赛,詹姆斯杀入内线准备上篮时,被捕防的格林劈头盖脸的篮下,詹姆斯痛苦倒地,用自己的双手捂住脸部,从慢镜头回放可以清晰的看到,在詹姆斯准备上篮的一瞬间,格林高高跃起,右手盖球,左手直接打到詹姆斯的左眼, 詹姆斯的左眼出现血肿,比赛结束后的采访詹姆斯说,眼睛被打后,势力模糊不清,我相信詹姆斯说的是真的,眼睛是个很敏感的部位,只要不舒服就觉得特别碍事, 但是,现在格林伤了詹姆斯,还说人家是送货太不厚道,我们知道运动场上只要有拼搏,就会有误伤的可能,只要我们不是违反职业道德的故意伤人,态度诚恳点,大家还是能理解能原谅的, 就像卡特误伤麦考后,自责到伤心哭泣,换来的不是指责漫漫,而是原谅上升和尊敬,有意第一,比赛第二,一直都是体育精神的宗旨,希望格林能注意自己的言论,不要伤了人还要去伤人家的心, 无论,詹姆斯第二场初步出战,都希望他能以职业生涯为重,保持健康才能创造更多奇迹,喜欢无完不欢的观点,请点赞关注。